好 亲爱的同学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道例题 我们的例四 有同学是不是感觉咱们的组合下的难度是不是稍稍的提升了一些 所以咱们做每道题之前一定要都要养精蓄锐好 充沛的精力 才能保证我们顺利的拿下每一道题目 好 例四 某旅社呢 有导游九个人 其中有三个人呢 只会英语 有两个人呢 只会日语 剩下四个人很全能啦 既会英语又会日语 现在要同中呢 选六个人 其中呢 让三个人去做英语导游 另外三人呢 去做日语导游 我们有多少种不同的选择方法 可能看到这道题呢 有同学会比较眼熟 对吧 就是看到这个有人又会这个又会那个 好像跟我们以前讲过那个多面手问题是不是很像 所以呢 很多人就知道 那我就从多面手入手 那就是我选了这个多面手去当日语的 去当英语的 或者说这个选几个多面手 开始分类了 OK 那么大家如果还能记得这一点 证明在当时你学多面手的时候 掌握的还是非常清楚的 在这里大海老师要鼓励你一下 很棒哦 还能记得咱们以前讲过的内容 但是呢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 或者有精力 你可以试着从多面手那里入手 你会发现 需要分类讨论的地方太多了 非常多 为什么非常多呢 是因为这里面多面手的人是不是最多的 对吧 你看我九个人里面 只有三个会日语 英语 只有两个会日语 而多面手里面最多的是四个人呢 那你从最多的人数来入手 你可不需要讨论的情况很多吧 比如说我多面手选几个人 你是不是至少就得分成这样的几类 四个都选 选三 选两个 选一个 或者是一个都不选 当然可能有些情况可以直接排出跳 但这样子的话 你是不是相对来讲 就已经有五类情况了吧 然后你选了之后对多面手的人还得考虑去当日语翻译 还是去当英语翻译 几个当日语的 几个当英语的 基本上听到我说到这很多人就基本上不想走这条路了吧 对不对 那就因为这样的特殊就是在于我的多面手人数太多了 所以我入手去了 哎哟 想一想 太痛苦了 那咱们才想一想 既然咱们挑了一个从人最多的入手不太好 那就应该怎么办 从人少的 对呀 对不对 那咱就从人少的入手呗 这里面最少的是不是就是这两个只会日语的 那下面就简单了 第一种情况 这两个日语的都入选 那么我的日语导游是不是已经有两个人充当了吧 还差一个 这一个是不是只能从多面手里面选吧 因为另外三个人只会英语 让他当日语导游也当不了啊 即同鸭讲了 对不对 那从四个多面手当中选一个 是不是这个日语导游就搞定了吧 接下来是不是就该把英语导游选出来了吧 那你看看 我们的两个日语导游 两个人只会日语的已经选走了 还剩下三个只会英语的 多面手当中选走了一个去当日语导游 是不是还剩下三个人 那也就是说 现在我是不是只剩下六个人 其中有三个只会英语 还有三个是多面手 意味着剩下的这六个人 是不是都可以做英语导游吧 那六个里面选三个 那就应该是C63 我一成 结果是不是就出来了 好 那同样的第二种状况 我只选一个只会日语的人入选 那首先选谁 对 两种情况 接下来那我的日语导游 是不是还差两个人 从四个多面手当中 选两个 C42 但这个时候要注意了 这个时候我们剩下的人呢 有三个是只会英语的 还有两个是多面手 但还有一个人 他是只会日语的那个 没有被选上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 还能是从剩下六个人当中 选三个当英语导游吗 不行 只能从剩下的五个人当中 这个只会日语的 一边去 没你事了 所以这个地方乘以的应该是 C53 明白了吧同学们 好 那最后一种状况 会日语的那两个人 一个都被选进去 那不用说了 我的三个日语导游 只能从多面手那里选 C43 然后接下来同样的要想好了 这时候还剩下的 是不是只有一个多面手 三个会英语的 还有就是那两个只会日语的 同样的 他们俩是没戏了 只能从这四个人当中 选三个去当英语导游 那就应该是C43 OK 算完之后一加 你发现 是不是就三类 很清晰就搞定了 比多面手那些事物好多了吧 对不对 所以在我们做题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真正的读每一道题目 尤其是当你发现这道题 这么眼熟 我好像以前做过的时候 你更应该仔细来读题 因为很有可能 我们的初学老师 就抓住了你这样的心理 偷偷的在这个题目当中 稍稍的做了一下数据的修改 或者是词语上的修改 就导致这道题 可能就没有办法用 原来的学过的方式来做 而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采取新的办法 也许分类 但是我从人少的入手 好了 看一下解题过程 第一个 从什么语言入手 刚才已经说过了 是从会的语言少的那个人入手 那么接下来 指挥日语的两人都出场 最后的结果应该是4乘20 应该是80种 那接下来呢 从指挥日语的两人当中 只有一人出场 有两种选择 谁出场啊 然后从多面手当中 选两个做日语导游 是C42 剩下的日英语和多面手 一共有五个人 选三个做英语导游 那就是C53 最后结果是120 最后一种状况 会日语的都不出场 那么从多面手当中呢 选三个人做日语导游 还有四种选择 剩下人当中呢 只有四个人能会英语的 所以再选三 那就应该是四种 最后应该是16种 最后加在一起 一共有216种不同的选择方案 好了 各位同学 我们的例子就讲到这里了